什么叫三重内蒙呢? 就是说我们去分析任何一只股票的时候 或者去看任何一只股票的时候 可以从三个周期角度去进行驱适的一个研判 例如说大中小三个周期 也就是说通过三个周期去判断 这个股票值不值得我们入手 或者短期有没有一些机会所在 那具体是怎样的呢? OK,大家直接看 其实大中小周期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apps里面看到这几个图 图形 就是周线图和日线图和60分钟级别的图 去进行分析的 那我们看看 例如说好像15799一只股票 那我们点击到周线来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周线从百多元一口 去跌到最低$19.32 那基本上呢 跌幅是已经可以说是举大的了 那这么大的跌幅的情况之外 那我们怎样去找它呢? 或者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去奴底呢? 那通常用三只竹击 它到了这个下轨附近 而且在下轨还跌不穿了 基本上来说它就已经有企稳的预期了 所以我们看到15799在周线上来看 其实呢它就已经有一个企稳的一个跌幅了 那就要看看日线级别呢? 日线有没有符合我们要求的特征呢?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方就是 日线其实呢 它都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出现了追击手 蓝带转黄带的迹程度 而且又出现了这个绿色的转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预期到 它在周线有见底的情况之下呢 周线见底的情况之下呢 日线也都有转细的特征 就是从这个蓝转黄 而且出了绿转嘴的追击手 信号给我们提示 好了 那它出现绿转嘴和转细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介入的时候呢 其实呢 是有近古的一个选择方法的 就是通常等它回落 回踩黄带的时候再进行入手 那要找到回踩黄带的时候 入手的话 情况呢 那通常我们用60分级别去看的 那60分级别 啊 在这个地方4月12号 是吧 大家看到 日线4月12号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呢 它出现了一波 反击陆来之后的情况 那 追击手 六转嘴之后呢 再踩回来呢 那我们看到60分级别呢 其实有没有符合我们信号的要求呢 有 就是什么 就是它最后一次从我们看到的 这个追击手的一个 一个蓝带转化的数据 成为我们的这个黄带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它其实呢 在小级别 也有转性的信号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在小级别60分钟 在这里进行入场呢 接着配合其他的三线出击啊 或者我们的这个装夷投票指标啊 那就能够更加有这个稳定性 去做一个判断了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用大中小周三个周期 去进行分析 那这三个周期 去做一个股票的诊断 那是不是更加有这个把握呢 那如果各位同学 想要更多的学习 和更多的了解 大家详情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八卓apps 去试一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